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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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捨不得啊 不要走啊 您这儿上哪儿啊 谁知道呢 走哪儿算哪儿吧 这位客官不是本地人吧 这 都是你的家眷 俺老子娘 死活不搬家 可不搬家怎么成呢 这条黄河呀 说不成什么时候 就把咱们道口的庄稼都吞了 这么说你的家年年搬 俺老子娘 就年年这么闹 今年呢 又有了新说法 说有了这黄河大堤 今年不会过水了 也不用搬家了 那为什么还搬呢 习惯了 你老兄啊 好紧身会打算 依你看 这新修的大堤 能挡住水吗 能 那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担惊受怕呢 下怕了 习惯了 爹咱们快走吧 走了啊 走吧 走 听见了 听见了 天文静 在这儿推行新政 又做得贵草窃 怎么能不受到人家的非议呢 至理名言 王爷 时候不早了 直奔学府衙门 快走 还得抓紧时间呢 快走吧 不知道啊 你看 不知道 你看 田大人 您还想火上浇油吗 那你说怎么办 很简单 接受他们的要求 叫他们马上复考 要求 什么要求 你知道啊 何必问我呢 你以为我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吗 答应免他们的一体当差 让他们休休闲闲 吃国家 吃百姓 我告诉你 也告诉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 不要做这个梦了 只要我田文静在河南一天 世神就要纳粮 就得当差 就算我田文静死了 河南也得实行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这是皇上的旨意 你 田大人 什么 宝金王来了 快去护卫 他掉了一根头发 我砍你们的头 这 哎 田大人 来 走开 没人 扯下来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今天 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这故事 是李福说给我听的 说是有一家人 祖上几代 都没有出一个秀才 到了这一代 做父亲的发了狠心 这一年呢 两个儿子 都去参加考试了 剩下两个儿媳妇 跟着婆婆在家里 蒸酒熬糖 烧菜做饭 等着他们一考取 就大白酒席 宴起冰棚 大热的天 两个媳妇 都累得汗流满面 突然 暴喜的来了 原来是大儿子考中了 一家人啊 都高兴得不行了 婆婆赶忙 跑到厨房里 对大儿媳妇说 好媳妇 你丈夫考中了 快到外边凉快凉快吧 大儿媳妇 借下围裙 到外边凉快去了 只剩下小儿媳妇一个人 在厨房里辛苦流泪 等了一会儿 报喜的又来了 原来是小儿子也考中了 小儿媳妇不等婆婆叫 就扔掉了锅茬姐姐围裙 大声说道 我也到外边凉快去咯 这么大热的天 我想你们的媳妇 也都在家里等着凉快凉快吧 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快和如知 难道你们就真的这样放弃了自己的功名和家族的厚望 你们不要了功名难道就不想一想 这不正是伤了父母妻儿的心吗 嗯 这不正是令亲者痛愁者快的事情吗 老亲王 您讲的都对 但晚生仍然要问 像我们河南这样 就是考上了功名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叫功名 功就是为国建功 名就是名垂青史 如果读了书 只想着如何多捞银子多置地 就是当了官也是贪官 功在哪里 名在何方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受不了田大人对读书人的作诫 他是怎样作诫读书人的 他派差役兵丁赶着读书人去当苦差 这难道不是作诫 对 记下来 这 还有什么 你们都说出来吧 田大人一口气 把罗正邦等四名近视出身的官员全都参免了 我们不服 还有什么 我们河南人都忍受不了田文静这样的酷吏 请转奏皇上把他调走 好 现在 我只能回答你们一句 你们的话 我都会如实地转奏皇上 但是 对于你们今天的罢考 我极不赞成 你们想想 这是什么事 一个农夫 辛苦地种地 到了收获的时候 他说天上太阳太大了 地里的庄稼我不收了 行吗 你们 辛辛苦苦地读书 到了考试的时候 只因为对官府有些意见 连功名也不要了 行吗 好 何况朝廷的王法 学院的规矩 都是不允许的 现在 我叫你们立刻复考 凡是现在进考场参加考试的 就既往不就 若是再有不进考场 甚至继续闹事的 就是和我过不去 和朝廷过不去 立刻割掉声援的功名 按照王法之罪 田文静 陆生南 在 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都起来 到考场去 走走走 走走 河南声援罢考的消息 迅速传到了北京 立刻在朝野之间引起了震动 田文静 成了世人眼中的罪魁 直立总督李福 河南学政陆生南 上哲直剑 一时间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签名吧 大家签名吧 走 走 走 皇上不能撕不能撕 皇上 但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车子 你说什么 但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车子呢 这是 这是 这是祖训哪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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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passen 还是富 叫他們查吧 八野黨在哪兒 八野黨在天下人的心裡 當初我為什麼不叫你們撐河 現在明白了嗎 你們一撐河 他們就有了藉口打擊八野黨 不撐河 他們要面對天下的讀書人 記住我的話 先靜靜地看著 看他怎樣對付那些清流 查過了 這些人和八科他們確實沒有什麼聯繫 皇上 臣弟也仔細琢磨過這件事情 這件事很老頭啊 這些人都是清流 其中有很多人還是有名望的清官 比方說禮福 皇上 我覺得 是不是應該對田文靜 略加懲處啊 不 朕絕不會懲處田文靜 田文靜不是糯米不是年耕堯 何況他們這麼做 表面是衝著田文靜 可是骨子裡卻衝著新政來的 衝著鎮來的 可是河南罷考一案震動太大 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清流都給得罪光了吧 任何人 不管誰 干擾新政的推行 朕絕不讓步 絕不呼吸 哪怕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讀書人 朕也在所不羈 朕絕不擾新張 launcher 殿下的 皇上 有酒吗 给我来一口 阿兰 阿兰 给皇上把酒拿来 算了 这一个人出去走走 感冒在阶子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宁愿三岁没娘 不愿五更离床啊 你去睡吧 皇上 我来吧 好 很好 你很凌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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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回到他身边去 到时候 朕会放你回去的 这个字就送给你 咱们都先忍着点吧 谢皇上恩赐 怎么 都不说话 不是超车让朕到军医处来议事吗 请问皇上 这百官联名上奏的折子 什么时候能够预批下来 这个折子朕还在看 是准还是不准都请皇上早点批了吧 百官们每天都在催 臣等没法跟他们解释 那就不要解释 我大清的祖训折子是不能留中的 你怎么知道朕要把这些折子留中呢 那您就赶紧批呀 你说说 该怎么批呀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皇上您想怎么批就怎么批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不能把折子给淹了 朕不想说你们 也不想说那些 联名上折子的官员 朝廷已经派保亲王弘历 到河南查访去了 这你们都知道啊 而且百官们也都清楚啊 现在朝廷的钦差都还没回来 就算是田文静错了 错在哪啊 应该怎么处置他呀 总该等弘历回来 说清楚了在意吧 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上折子 又这样迫不及待的催促朕 要处置田文静啊 你们解释给朕听听 李德全 弄在带 这份折子朕批一下 你既可让人送到户部去 光一个河南就够了 云贵不能再乱 这 皇上这话问不倒我们 田文静在河南的所作所为 是有目共睹啊 对 何必非要等到保亲王回来 再做处置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再等几天 等保亲王和刘墨林回京再说 对对对 要是保亲王也偏担田文静那怎么办 不行 咱们得劝谏保亲王 让他为天下读书人说话 您请向他 八爷来了 去 说我不在 好悠闲 八叔 给八叔请安 好了 我刚下潮路过这儿有一件事 顺便想和你聊一聊 那到屋里坐吧 不了 这儿就挺好的 去让门看着 把门关紧 任何人不允许进来 走 老三不是巴叔我说你 你可不能就这样打发时日 这儿也不想这样 可又能怎么样 可人家不这样 你看看弘历 这几年不断的当差不断的结缘 不到两年的时间 人家就被进封亲亡了 可你这当哥哥的 到现在连个郡王都不是 别说了 巴叔 不愿意听 那就振作起来争口气 巴叔 您打小对我好 这我也知道 但这儿也不是小孩子了 您的心思 多少我也知道一点 您 您就饶过侄儿吧 让侄儿安安生生的过几年快活日子 我说三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还能有什么意思 难道巴叔要害你不成 张庭路的供词攥在您手里 要害我 您早就把那个东西捅出去了 你把巴叔看得太低了 张庭路的供词拿去 他说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 谢谢八叔 谢谢八叔 三儿三儿三儿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扫了 好了好了 现在你相信你八叔了吧 看你说的 侄儿什么时候不相信您了 既然相信八叔 就听八叔一句话 振作起来 同弘厉争 八叔 不是侄儿伯您啊 说句不中听的话 您可不要生气啊 有些事情啊 就要认命 就拿您来说吧 您争了几十年 可是现在又怎么样呢 什么是命啊 说给八叔听听 弘厉是皇爷爷看中的人 太和殿那个位置 迟早是他的 这个谁都知道 只是不说而已 同他争啊 我能争得过啊 照你这么说 现在的皇上 就应该是你二大爷 而不是你阿玛 三儿 你和八叔不同 我是过来人 当时 有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 也没有一个人指点 因此 好多好多的机会 都白白的失去了 可是现在 八叔的失败 就是你的本钱 记住 只要你自己振作起来 就不会重蹈 你八叔的覆辙 你明白吗 八叔 您为什么要帮我 就是要为了和你阿玛 争个输赢 争赢了呢 那你就封我个铁帽子亲王 就这些 三儿 你看你八叔的头发 都白了一半了 像八叔这样的年纪 还有什么念想 其实啊 什么铁帽子不铁帽子亲王的 我根本不在乎 不过我只是想 把我前半辈子 在我自己身上输掉的 后半辈子 从你身上赢回来 不对 一定能赢回来 八叔 您叫我 干什么 红师 现在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敢不敢干 来 来 红师啊 听你八叔 慢慢跟你说 走 下 站住 站住 从别的门进城 今天有药科过 这儿戒严了 怎么戒严 我们大老远走到这儿 提醒一下 你们都是来接保亲王的吧 是啊 四弟 三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啊 来啊 带客人们去休息 这 四弟 我深时就过来接你们了 知道你们一路辛苦了 这不 让小的们备了韭菜和热水 你们在这歇一休 明个一早咱们一同进城 怕朝阳门码头少不了官员接你呢 不至于吧 出什么事了 走 他们为什么要接我 对 汉林院 督察院 国子健 还有六部的文官 都会来接你 这么大的排场 是皇阿玛的旨意吗 不是 是他们呀 自发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还不是为了参导田文静 想让你说话 这可是不正常 是不是 我也这么想 他们上百人 联名上折子 又都是清流 这股气势 像是不扳倒田文静 他们绝不罢休 黄阿玛呢 套来人家是个什么态度啊 黄阿玛也是没办法 说是等你回来再做决定 三哥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四弟 我是担心你 这才在这等你 给你报个信 你可要拿定个主意啊 四弟 你是个聪明人 不用我多说 这边是整个朝廷的文官 他们后面是普天下的读书人 而那边呢 就一个田文静 就是瞎子 也知道谁输谁赢啊 多谢三哥的提醒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这我就放心了 记住 宁愿得罪一个田文静 也不要得罪了普天下的读书人 天快亮了 咱们睡两个时辰 好 明早一起进城 弘历啊 朕好难哪 朕实在是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义气 替国家想想 替朕想想 非要为了少数人的私利 阻挠新政 话 儿臣认为 新政绝不能停止 天文静就是有错 为了新政 也绝不能处置他 好 嗯 有你这句话 阿玛心里就踏实多了 好 狗立社稷 虽千万人误王意 让儿臣跟他们去斗 就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儿臣一个人担下来 老齐来 坐下 听阿玛跟你说 你皇爷爷病天的时候 曾经对你阿玛说过 他毕生的遗憾 就是明明知道该整顿励志 推行新政 却没有怎么做 把这个担子 交给了你阿玛 阿玛不能再带着这个遗憾 把祖宗的江山社稷 留给后人 要得罪人 要留下骂名 你阿玛一个人担起来 你记住啊 任何时候 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 嗯 在这方面 你要选你皇爷爷 不要选你阿玛 华阿玛 华阿玛 我懂得 我懂得 给你们一个答复 李莫林 臣在 你刚从河南回来 你来回答他们的问话 折 三位大人 请问吧 请问河南的声援 为什么罢考 表面上 是因为田文静 罢免了罗振帮他们 实际上 是反对士绅 一体当差 一体纳梁 他们为什么反对 一体当差 一体纳梁 是因为新政本身不好 还是因为田文静 事情新政有偏差 李大人问这话 我无法回答 但是我这儿 有一个价目表 是我和保亲王 详查得来的 我给皇上 和众位大人念念 你念 这 这是河南 这几年的粮价 和百货价的对比 田文静到河南以前 那儿的粮价 最高是六千五 最低的时候 也是五千 田文静到任的第一年 就降到了四千五 第二年 降到了三千七 今年 是三千四 来 让朕想想 三千四 这不和江南 封年时候的米价 一样了吗 皇上圣米 正是这样 念吧 接着念 喳 除此以外 市场上的绸缎 布匹 竹器 还有油 醋 柴 茶 青菜的价钱 都比原来低了一半 还有 河南的黄河大堤 也基本竣工 陈和保亲王一路 都是沿着大堤走的 修得十分坚固 今年的夏训 洪水很大 却没有一亩田土被淹 也没有一个灾民外流 好 好了 这 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 朝廷委任官吏 管理地方 是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国际民生 朕在河南 实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新政 是为什么呀 也是为了国际民生 田文静就任河南总督以来 为地方 为百姓 做了那么多好事 怎么这些折子里面 没有一个人提到啊 反而有那么多人要参他 朕实在是不明白啊 究竟什么样的官 才算好官呢 好了 现在河南的生员都复考了 至于为什么罢考 朕慢慢回去查 这是你们参客田文静的折子 朕现在退还给你们 望你们端正心思 不要意气用事 另外呢 回去跟这些联名上折子的官员说一声 不要再闹了 皇上 好